这个地方是甘肃省甘兰藏族自治州 下边是周曲县 整个周曲县城的话特别漂亮 四周全是秦岭山脉 下边还有一条白龙江穿城而过 周曲县人口有13万 这个地方是四川彭济 黄土高原还有青藏高原的结合部 看一下下边的周曲县城 站在高处先俯瞰一下周曲县城 下边是白龙江 整个县城就在这个秦岭山间 特别的狭长 下边还有一条步行街 看一下远处的山间 永雾缭绕 这边最高海拔有4000多米 周曲县是藏与龙江之意 因为白龙江穿陷境而过而得名 它地处甘兰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 白龙江的上游 它的东边是龙兰市 南面是龙县 以及四川省的九寨沟 整个周曲县海拔是1137米到4500米之间 这边4000米以上的高峰有雷谷山 还有三圣爷梁 青山梁等等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看到一年四季 周曲县古城西固 西固也是取自于藏语 赛高英译 意思为金矿之大蒙 我刚才上山的时候问了一下 这边三丰之二是汉族 三丰之一是藏族 整个县城的话特别狭唐 住在阮龙江的两岸 这边的旅游景区也挺多的 像拉嘎山 塞尔布风景区 还有翠风山等等吧 现在到县城里面逛一下 吃个饭 这个山上太美了 今天还是阴雨天 现在下山 我现在是这么打算的 先到县城看一下白龙江 在白龙江的岸边 有一条沙漠步行街 特别热闹 逛一下 再吃一个牛肉面 逛一个周曲泥石流纪念馆 最近一直在下雨 见不到太阳 对面还有一座庙 山顶上 看那个山顶上面 这个葱庄是一则山市而建的 这个是一条水渠 从这边走 这边离山下不远 下边是白龙江 水流量挺大的 它起源于甘兰 从四川省的广原境内 汇入嘉陵江 它是嘉陵江的一体之流 这对面就是步行街了 现在过桥去步行街上逛一下 白龙江别名叫枪河 过去在这个地方 生活了一些白马族 还有枪族 最早这个地方叫枪道县 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区 这是城关桥 它是一座铁桥 横跨在白龙江上 现在从这个地方过去 站在桥上看一下白龙江两岸 看一下这个水流 急不急 最近一直在下雨 最近一直在下雨 声音特别大 对面就是步行街 蒙排路上写着福京 天安门 逛逛步行街 这个应该就是藏族服饰 两边都是一些卖衣服和水果的 这些蔬菜看起来特别新鲜 石榴大枣 石榴大枣 无花果 苹果 这都是现摘的 都是 葡萄 佛鼠瓜 西红柿 蜂蜜 现在已经散了 刚才我来的时候人特别多 来的特也多 现在都没了 中午了 这个葡萄甜不甜 上面全是蜜蜂 这是石榴套 这是葡萄吗 这是我们这的龙眼葡萄 特别小 全是那个 这不是苍蝇 这是蜜蜂 蜜蜂 蜜蜂特别多 它特别甜 嗯 全是卖水果的 特别多 这边也是不幸迹 先吃个饭 再逛 这边有一家牛肉面可以尝一下 一个牛肉面 一个鸡蛋 一个小菜 才10块钱 面好了 接个茶水喝 这个茶水特别好喝 好像是红枣的吧 看一下我今天的午餐 一杯茶 一个小菜 一个鸡蛋 一碗面 面是8块钱 它这油破辣子 干肃的牛肉面 广圆那边 还有汉州那边的牛肉面也好吃 它属于红烧牛肉面 那边 把鸡蛋泡里面 鸡蛋泡里面 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 你也要吃一口 随便 这是 什么意思 整条街还挺长的 这边有一个小池城 逛一下 这个小池城建的挺好 非常的古朴 养生汤 那楼上还有 炒面 牛肉面 刀削面 腊肉 韭菜盒子一个才两块钱 这都是一些对联 沿着步行街走800米 就到那个泥石流纪念馆了 这条街叫千宁街 从前面拐了个弯 从这边可以到白龙江边去 这个藏族服饰还是比较好看的 二帆特别大 远处那个山顶上 还有住户 对面就是纪念馆 我都看见了 看一下山上面 对景部还有一座塔 建的挺漂亮 就是不开门 在2010年8月7日晚上11点左右 周曲县北侧三远玉沟 还有罗家玉沟 突降暴雨 仅仅40分钟左右吧 降雨量就达到了97毫米 整个暴雨 我斜着 200多万 方的泥石流 出向了整个县城吧 县城约 5公里长 500米 宽的区域 被移为平均 当时 泥石流 冲入了白龙江之后 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燕塞湖 进三丰之二的县城 轻泡在这个洪水和泥江中 门是锁着的 但是里面灯开着 这不费电吗 我刚才问了一下 2点半才开 我看那个网上写的是这个纪念馆是 早上9点到下午5点 那中午吃饭的话能吃多长时间 2点半 算了到县城逛下得了 2点半现在才1点走着 等于说中午休息两个半小时 那你先上几个小时班 沿着这条白龙江再往下走 是隆兰市 从隆兰市再往下走到四川广原了 这是一条线 我昨天是从广原到隆兰 再从隆兰到的 州取 这个地方是 甘肃与四川的交界之处 这条线 前边有一座 这个索尔头水边站 好了各位 今天来到了甘肃省 甘岚藏族 四四周 周取县 整个县城 沿着白龙江二界 地形特别狭长 四周全是 秦岭山脉 这边应该是西秦岭 这边的山特别高 特别漂亮 主要是今天的天气不好 如果 氨气放晴的话 拍出来效果会更好 这边山太漂亮了 咱们下个视频下吧 李宗盖 那边有关 有关 帮助 有关 明天